Hello,大家好,我是王阿虎 今天呢,我要把这个视频头换了 为什么呢? 为什么要换? 其实视频头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呢,我老婆想要一个感应式的 所以说就不得不换了 行吗?当然不行啊 我是这种人吗? 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不是认为你是人吗? 我是习心研究的人吗? 那不是吗? 反正呢,就是 老婆说话的就换 得换吧 好了,这就是新的水龙头 可以感应的那种 高级 现在呢,先把这旧的拆下来 第一步呢,肯定是先把水闸关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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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电池是不行的 对,它总是一会儿去一会儿去一会儿去 一会儿去一会儿去一会儿去 这个就是固定住这个水龙头的东西 这个下来一会儿水龙头就可以被拆下来了 那这个东西呢 就两边这个东西 时间一捏 就下来了 那现在上面这个东西就可以顺下来了 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一下子就给它 整个的都给它弄出来了 这边有个电圈 注意要先把电圈装上去后才行 不是好好搞啊 这么多管子就这么一小口 好 我先把他放在一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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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现在是要从下面把它固定住 先是胶圈 然后是铁圈 然后是这个东西 现在要做的就是再把这两个东西拧起来 这样就彻底的过去 好 现在再把这个冷热的水管给结实 好 这个盒子就是控制它这个感应的东西 水从这进来 然后从这进到水管里面去 然后这一边呢 这个是接内感应器的 我现在需要把它呢 装到这个墙上去 那管子挡着我啥子 那管子挡着我啥子 好嘞 好嘞 哎呀 妈呀 这玩意儿 装 装修 真的体力活 你说这有什么难度 然后是一个一个的把这线都装好 这个下边是在这儿的 用的 用的招得着吗 招得着 招得着 再把个墙壁漏 这点什么水 墙力很大 墙壁要漏 看 成功 下边是之前的水 我先把它擦干净 然后最后再把这配成块装上 好 现在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东西有两个功能 一个呢是通过这个下面的感应器来控制这个水流 一个呢是拔这个东西就给控制水流 你看拔下来就开了 送手就关了 然后这样 这样也可以 这样的话呢手就不用再去碰这个开关了 就避免用很油的手 把这个弄脏了 好了 这东西呢就装完了 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请点赞和关注吧 谢谢